美国认为俄罗斯将会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 遵守两国签署的削減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华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 美国在2017年8月满足了新削減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 俄罗斯也向同一个方向进展 因此美国并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将不会满足条约的规定 美国华务院在星期日发表的声明说 两国将会在下个月之前交换各自和武器库的有关数据 并且在过去七年以来每年都进行两次数据交换 新削減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日签署 2011年2月5日正式生效 条约规定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弹投数目不能超过1550枚 同时还限制已经部署和未部署的洲制弹道导弹 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可用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量 绝 понад完ozold 签 casa 和其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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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